我們原定的時間是兩點 好 各位午安 午安好 我們還有唐鳳正偉還有我們 這個孫老師好 楊明教導的新教授 那我們同學們也陸續在進場 那我們就不好意思 我們就稍後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開始 好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想我們幾位學校 校內或校內老師呢 這邊呢我們也就同步 再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跟大家認識 好 那我想這場活動能夠促成 我們還是先介紹一下 兩位很關鍵的key person 是我們兩位老師 我右手邊剛剛在這裡 那個王彥祥老師 是我們的美術老師 現在也除了美術教學之外 也是用雙語再上美術課 Bilingual Architecture 好 接下來是我們王信宇老師 信宇老師 好 OK 還有你看自動都會跳出來 這個最棒了 教師團隊互相不畏 好 我們蘇建倫 蘇老師 也是我們SUPER教師 然後我們學校能夠成為 這個台灣教育的桌遊第一品牌 我們蘇老師我們出版了十套的桌遊 OK 不只玩桌遊 我們也出版了桌遊 那是集的課程 待會有時間呢 這個 鄭偉跟教授在分享 我們有QA的時間 也可以 大家做更多的互動 所以等一下的主角 除了三位 整個仇辦 還有我們今天 也來了很多 我們的夥伴們 那我們校內 我先介紹 其他校外 我請姓雲 或者是葉祥也在跟我們做補充 好不好 我們校內的幾位夥伴 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家長會 我們的會長 翁米佑 翁會長 謝謝 他今天來第二次 早上是我們的市長 一早八點就來 我們今天孩子打DNT的第二季 我們大概有九成四的孩子 都順利來施打 那OK 都還蠻OK的 那接下來 這一場 我們會長 他這麼棒的演習 他一定會過來 來做互動 謝謝我們的會長 那接下來我就依序 我們的秘書 李阿輝 秘書 謝謝 還有我們總共主任 永童育雄主任 那我去過那裡 對 還有我們 其他校內 楊潮勝老師也到了 潮勝老師 在後面 好 那當然還有 那個 教大 還有指揮師 是不是也請 幸運的A病 給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首先介紹的是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的副教授 兼系主任 簡靜文老師 謝謝 教授 然後另外我們 有 游詩柔 游詩柔 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 歡迎 然後另外還有我們的會客 就是也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 從香港過來的 然後是鄭惠奇博士 然後他們 我們 孫老師也在這個 後援堂 好 那 葉祥那邊 還有鄭老師有沒有 其他外校伙伴要特別幫我們補充嗎 我們這邊 可以問一下 有一個 新北勢力泰山高中的 陳明哲主任有在這邊嗎 好 沒有關係 等一下他來的時候我們再來補介紹 好 還有我們的孩子們 也有這個高二跟高三孩子 來同學 跟大家揮揮揮手 好 OKOK 那我們 是不是 今天 這一場 我們的這個創科技 游素養 這樣一個 座談 高峰會 那我們 特別開心 也特別謝謝 我們的唐風政委 那 特別播客 忙之中過來 到我們學校 那我們透過 這樣一個互動 那大家可以在 今天這個時間裡面 待會兒我們四個子題來談 那這個四個子題呢 我們呢 也會請我們的這個 楊明交代 我們的孫志妍 孫首長 孫主任呢 來跟各位先做一個 這個opening 先做一個主題性的 論述 跟分享 我們再接著 也會再邀請 鄭偉呢 再延續的跟大家 做一個對話 那當然呢 今天我們這個 創科技嘛 所以呢 鄭偉呢 在很多場演講裡面 會有一個slido 那已經在上面呢 把這個 QR Code 或slido這個號碼 各位直接在網址上輸 slido.com 然後呢 會出現這個編號 你要打12240 那就可以進入我們今天這個論壇 但是slido是全匿名性的 所以呢 有匿名嘛 這個應該是這樣 所以各位就可以呢 把你的想法 待會再提出來 那我想這個部分 待會政委也可以跟大家 做一個提點跟分享 那我們是不是今天 就來 你們的禮物要先送嗎 好啊 都到了 好 那有幾位的這個夥伴要先送 一些禮物啊 那我們是不是就交給 你的幸運 好 謝謝 那我們就大家 請校長來幫我們 把我們的學校的經驗品 還有出版的桌遊 然後讓貴客們一起分享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先請政委 好 來 提示 我們有到這個 已經到 異例求生是第9號桌遊 那也是我們的第一號是雙語桌遊 那我們知道 再見 OK 兩號桌遊 好 好 那下一位我們就請孫教授 孫之源老師 好 好 我們 雙詞打 現在流行協同交易 我們是跨境跨域的指導 所以 我有右手邊是我們的 廠照射擊的梁老師 左手邊是我們歷史的這個實驗的老師 我們不只教授跨域 有出版是一樣跨域 那孩子呢 就是雙重手衛 好 好 那我們第3位就請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的 簡老師 簡教授 好 那我們第3位就請 簡教授 好 最後我們請劉詩樓還有鄭蕙琦 博士一起跟校長合照 9 2 2 3 3 3 4 2 5 5 好,OK,那我們待會就正式來開始 我們今天有四個子題 那我們就依照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我們就先從第一個子題 科技如何為素養學習助攻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首先掌聲歡迎我們的孫教授 來跟各位做個分享,謝謝 來掌聲,謝謝 好,那今天很榮幸跟大家一起分享這個主題 那其實我也是務名而來的 我今天也是希望能夠把多一點時間留給唐政偉 那如果各位來賓 待會唐政偉講的內容覺得還覺得不夠的話 歡迎大家下個禮拜可以來陽明交通大學 他會來我們異校來做另外一場的演講 所以聽不夠的話下禮拜可以來繼續聽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題目是科技如何為素養助攻 所以我想說就簡單先分解一下什麼是素養 素養一般就是說知識、能力、態度 那要透過科技來增加這一些 其實不只是知識 我們有時候透過科技可以讓我們的這個知識增加 但是知識增加不代表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不代表你對這一件學習的流程有動機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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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科技 來提升這三個面向 所以這個題目我是先解釋一下素養的部分 那其實教育部在12年國教裡面也有提到就是 要怎麼樣才會變成一個有素養的一個教學環境 就是要有學生 以學生為中心知識整合然後協同合作 那可以透過一些像這種AI、AR等等的這種新的這種方式 那其實我們說其實就是做用和想的人才 就是透過這些科技哪些科技呢 例如說像現在是一個重視跨領域的時代 那我們學校 陽明交通大學現在大概在兩三年前 成立了一個ICT的創創工坊 這個ICT不是In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是Innovative 它第一個字是Innovative 因為現在是一個創新的時代 我也特別欣賞瘦山高中的這個老師們 因為我有偷偷加瘦山高中老師當這個臉書的好友 所以常常看到例如說像艷翔老師 常常分享一些很創意的這些教學 其實這些創意教學不只是創意在老師身上 也可以帶動學生有這種創意的這個想法 那例如說我覺得瘦山高中 因為我們這個學校跟瘦山有一個合作的一個計畫 就叫作Hingling��의essie 這個題目就聽起來很奇怪 呢 因為他是用一個很創意的一個鎖寫 就是瘦山seniorhigh school的那個伸寫 加起來就是剛好是三個S H 那你看很多這種創意的做法 那跨領域的時代就是有這種創創工坊 那可以那個透過學生在跨科系 以前我們都說我們就是讀 資工系就只有資工系 或者我們讀教育所就教育所 那現在跨領域時代強調動手做的能力 強調跨這個跨界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種創造工坊就是鼓勵這種 用科技來助攻的一種一個管道 例如這邊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只要是有想法 但是很重要的是明明的實現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是去培養他們的實現 有這樣子的能力 然後以及就是程式的學習過程 其實你的邏輯需要很整理 所以在這個學習的規模當中 希望他們可以就是 不管你未來要標準之後 但是你在文字上面 你可以有很好的語經架構 那對於未來的貨型工作都會很好 小朋友在學習這些程式 其實不只是學習程式 這個寫程式本身 那其實程式裡面有種運算思維 反而是更重要的 在後來當然他們出社會的時候 面對滿滿困難的時候 不管現在各個學科 都能夠利用這個邏輯能力去解決 好 所以就是這個素養的能力不見得 還是說這個是要寫程式 但是其實寫程式背後的這些觀念 像現在很多的桌遊 有一個桌遊就是海霸的桌遊 他就是訓練學生 怎麼樣去訓練那個 培養他們這個一個邏輯的觀念 所以這些也是一個培養素養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或者是說這是我們在圖書館做的一個研究 我們就透過這種AR的方式 也就是透過這個VR的方式去做圖書館的導覽 那VR也是現在新興的一個科技 很適合拿來助攻這個科技的素養 我在讀這個唐政偉的書的時候 我就看到唐政偉很特別的一個開會的方式 他是怎麼樣開會 他是用VR的方式開會 就是每個人戴一個VR的頭盔 就身歷其境 其實VR的這個前進感 可以幫助我們學習上做很多的這個事情 那這個是在這個 這個是在姚明教中大學的圖書館 我們透過一個導覽的活動 平常我們要做一個圖書館的導覽 我們圖書館有八層樓 走完八層樓可能身體都虛脫了 可是戴了這個VR的這個頭盔 走完八層樓也不會累 只是會頭暈就是了 那這個是AR 我們是在新竹的這個卷村博物館的一個 就是跟這個由士尤博士來一起做一下一個研究 那也是一樣透過AR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在看AR的這些 這個展品的時候 可以得到很簡易的得到的更多的資訊 那這個是透過VR的一個手中咖啡 那現在大家都喜歡喝咖啡 可是咖啡要怎麼沖 要怎麼用什麼角度 如果能夠透過這種虛擬實境的方式去練習 那就可以透過一些比較人工智慧的方式 我們可以去知道說現在沖泡的溫度怎麼樣 我們倒這個水的這個角度是如何 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就可以幫助學生有更好的一個學習效果 那我想我就透過 我想我 因為我是代表這個陽明教大的試培中心 我們就會用比較圍觀的方式 我介紹用這個圍觀的角度 這個圍觀的角度 來介紹在詩別端怎麼去帶動這些 這個科技助攻的部分 我想或許待會可以請唐振偉 比較有這個宏觀聚觀的方式 來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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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詳細的一個解釋 學道明書 那大家會發現我故意把麥克風靠著下巴 講得比較大聲 就是因為我看到slido目前最高票是說 要稍微大聲一點後面才聽得到 現在後面聽得到嗎 沒有問題嗎 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到科技助攻的例子 因為如果沒有像slido這樣的平台的話 那我相信做後排的朋友 你也很難一下就知道 你旁邊的12個人跟你有相同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你舉手的時候 你就要承擔12倍的這個勇氣的那個 因為這個是匿名的嘛 所以任何人PO上去 如果只有他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旁邊的人也不會按讚 但是瞬間就13個讚就表示 可能後面一整排就剛好13個人 都有類似的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即時的教學的互動 真的就可以變成有點像是 共同學習的那個情況 而不是說好像在老師的位置上 我就必須要先完成我的這個segment 這個unit 然後進入提問時間 先舉手時間才能夠來調整 對每個人都是有這個 課堂的空間的設定權 那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素養裡面一個最看重的 就是自發嘛 就是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是因為我想要學 所以才學習 而不是因為什麼外面的別的東西 所以才學 那只要這個大家提出來 立刻就造成改變 那我想這個大家的學習東西 立刻就增加了 因為至少聽得更清楚 所以以上只是一個影子 但是我這邊想要講說 它不需要是什麼間斷科技 就是手機 QR Code Slido 那掃不到QR Code 手動輸入代碼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重點還是在那個參與全集 多快的來回應 好 那我們就這個比較 就是完整的來回答 這個比較serious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素養導向的教學裡面 很多人會提到說 那這個時代有一些關鍵字嘛 那我們在制定總綱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夯的一些關鍵字 好比像說大數據 好比像說永續發展目標 那都是在這個已經總綱推出來之後 才這個突然水漲船高 明年可能元宇宙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大家就會問說 那我們當然不可能說 課綱每年有什麼Busware 我們就調整一下 但是每一次就是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總是會想說 那我要不要融入這一些 這個新的這些東西 所以以大數據來講 要怎麼樣子融入 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對我來講 就是只要在這台電腦上面 就可以處理的 它不需要點到網路 不需要去外接什麼設備的 就是叫小數據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處理能力 就是在末端的處理能力 跟儲存能力現在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其實絕大部分 我們在校園裡面 能夠收集到的數據 其實只要是TB以內 那它蒐集的這個速度 只要這個不是說 好像每秒鐘 需要超過一個TB per second 其實都是小數據 並沒有什麼真正意義 像我們在資訊科學上面 所說的大數據 那但是呢 當我們把這些小數據 匯總起來的時候 它確實是 可能會產生 對於大數據的作用 或舉例 好比像說 像大家可能在校園 都有空氣盒子 或者有接觸過 Edimax的那個空氣盒子 那它能夠蒐集到的 不管是氣溫 10度 PM2.5 所有之類的 你可以在上面 加一堆感測圓圈 那個都不是小數據 那是微數據 一個微處理器 一個Arduino Raspberry Pi 其實就可以儲存在很長的時間 但是呢 我們去看說 每一所學校 自己蒐集的 或者環保署在工業區蒐集的 然後呢 它去建立一個 到底每一次我們決定 要不要出門的時候 空氣品質怎麼樣 以及它接下來會怎麼樣 兩小時後 它哪些是境外的 哪些是移動污染源 哪些是非移動污染源 去運算這個 所要考慮到的Factor 那就是氣象局的 那台超級電腦 要考慮到的Factor 那個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數據了 可是這個大數據 如果沒有我們自己 這些小數據的資料來源的話 等於是說 它沒有辦法接到我們 現地的情況 等於是說 它本來既有的那些 固定的測站的情況 才能變成那個參數 那就會有很多 Bias的這些問題 就是它本來沒有設定的地方 它根本不知道 實際當地的危機 或當地的實際的情況 所以這兩個是交互為用的 就是在我們說 什麼東西都要 所謂上云大數據 及時運算一千 我們自己先要有資料 搜集的能力 資料處理的能力 去確保資料品質的 這種素養 那這個就是有點像 是我以前小時候 生物課大家養餐寶寶那樣 就是你必須要養一個空氣 從頭走到尾 你就開始了解所有 這些概念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 你才能知道說 第一個你要加入哪些 真正大數據的研究券 但是第二個就是說 當你發現 那樣研究出來的東西 就跟你在地 感覺到的不一樣的時候 Data Bias出現的時候 演算法的Bias出現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就是 氣象局說了算 或者是說這個就是 Facebook說了算 或者是誰說了算的情況 而是你手上的 你可以證明說 其實現地的情況不少 而且有更好的情況 可以做 我再舉一個例子 像我們去年在 口罩實名制推動的時候 我們知道很多的學校 其實他們的學生的一個 類似一個capstone 就是他們寫成是練習的 就是寫口罩地圖 口罩地圖 這個在兩個禮拜之內 就有上百個 各種不同的口罩地圖 有些是地圖 有些剛好學校在寫 對話機器人 就是Chatbot 那有些大學 他的USR 剛好是在了解 附近的藥局什麼 我覺得東華 還是哪一個 就專門寫了一個附近的地圖 然後也包含很多防疫物資 等等 就對說每個人自己 都有一些可以加上去的地方 就好像每個人可以自己加空間盒子一樣 那但是呢 因為現在就是大家在串聯的時候 就發現 在台灣有一個叫做 開放戒圖 open street map 的這個圖客 的這個社群 所以很多人的底圖 都是用開放戒圖的嘛 那這個時候這個社群呢 它就設計出一個 去結合大家的 即時的這個回報 以及之後 我們在要去插介保卡的 那個即時的存量的資訊 它可以算出 每個地方的供需的施衡 的這個程度 這就很了不起 因為我們在台北關在這個 中央政府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就是兩個塗層疊圖 然後去看說 藥局的分布 跟人口的分布 剛好相符合 我們稍微算了一下 每一個人在台灣的任何地方 他離平均他買得到 那片口罩的距離 是差不多相等的 我們覺得這個非常公平嘛 因為我們目的是要 盡可能平均的去分配口罩 但是開放戒圖那個社群 按照大家的這個 contribution 一去算 就發現不是這樣 因為並不是大家都是開直升機去 要不去 所以你在地圖上面 就是直線紀律相等 跟你的實際的 花時間的那個機會成本相等 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你在公共運輸很好的地方 同樣的距離 你可能半小時 但是公共運輸不好的地方 你可能要三個小時 你到時候要舉行關門了 所以事實上他們可以證明說 按照在地的 現地的那種回報 其實是我們在台北想那個是錯的 那這個就是data bias 你說這是我們惡意嗎 當然不是惡意啊 只是說我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好像在slido上面 大家突然間舉手 這個推到最頂上的時候 這個聲音聽不到一樣 那立刻就是開放截圖 和社群 然後跟應該是高宏安委員 就立刻質詢說這個 我們有資料證明說 你們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然後那指揮官當然就立刻就說 那委員教教我們嘛 對不對 那但是因為大家是共享這樣子的數據 所以我們這邊所謂的大數據 可以立刻就改變我們分配的方法 事實上我們24小時之後 在他質詢後 立刻就改成比較正確的 開放截圖建議的那種 推進的方式 而且還推出了預購制度等等 但是如果沒有大家 實際在線底 一面排隊 一面去audit 說上面這個地圖 到底是準還是不準等等 我想沒有辦法 一下就凝聚出這個 事實上有data bias 不是我自己在這邊幻想 而是說 所有類似的情況 都有data bias 的這個feedback 所以我覺得在大數據 裡面那個veracity 比起就是它的正確性 比起它的velocity 它的volume 就是它的速度 跟它的量 這個是更重要 但是確保這件事情的正確性 只能是靠 就是每個人在 小數據 中數據大數據 這個過程裡面 都很清楚的知道說 那我是data steward 我要自己來確保這個資料的品質 在我看得到的部分 我知道怎樣去糾正 所謂的data bias 好那希望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部分看老師有沒有什麼 要補充的 我想要回應上面的別的問題 我就回應一點就好了 就是這個 其實現在是一個這個數位的時代 那像剛剛正偉有提到的這個口罩的這個部分 有一些 我記得那個時候有一些 模組好像也是有一個工程師 他在開發 然後正偉去跟那個工程師聯繫 所以我很贊同正偉 之前有提一個 以前我們說要閉門造車 閉門造車 閉門造車 正偉說要開門造車 開門造車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就是要讓大家一起共創 共好的一個 你才會 才會越變越好 對那所以 所以那個 我知道像那個壽山高中 幸雲老師他在做共創 co-creation 其實也是一種這種 共好的概念 那 我想到那個就是非洲有一句言語 叫做這個 If you wanna go fast go alone However if you wanna go far you have to act together 就是說 你如果要走快一點就自己走 可是如果要走得遠的話 就要一起走 那所以現在 是一個開放的一個 共創的一個時代 所以 我們也很 常常看到有這種 open source 這種軟體 那其實這就是這種概念 就是 可以集結大家的力量 可以做出更好的產品 我覺得教育也是這樣子 大家一起開放 教材也可以分享 好的一個 用科技助攻的方法 互相分享 來或是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把好的東西 分享出來 可以變得 有一個共好的一個情況 謝謝 好 謝謝 很棒 那 因為我們這個 果然上面的按讚 都是那個power law 就是密室曲線分布 就是會有幾個 幾十個讚的 那其他的感覺 還在醞釀 那所以我可能就先回答一個 然後我們就先到下個segment 那從科技 為素材學習助攻的角度來看 有位朋友問說 請問一下天才唐鳳 你認為我們應該要專精一件事情嗎 還是要成為一名斜槓的青年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是有自己的 research interest 你有自己的研究題目的話 你在專精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同時變得非常斜槓 我舉例 他必須說像我自己 大家知道我是國二載學 我國二載學的時候 就是因為 我因為做科展 然後了解到 網際網路上面 很多人用所謂開放 存取 open access 開放進用的方法 把他們最新的論文 都分享出來 那所以我去看了這些論文 然後我就寫信 那我寫信的時候呢 他們也不知道我才國中生 就把我當另外一個研究者 然後就很快就開始一起做研究 那所以後來我就去找我的校長 杜惠平校長說 校長你跟我說 我一定要念完國中 上高中 這個念到博士 博士後出國 去跟我喜歡那些研究者 當他的博士後 我才有可能跟他一起寫論文 可是我已經跟他一起寫論文 所以中間這十年可不可以跳過 可不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 這個做研究 不要花時間去上課 這樣子 那校長就問說 可是你說你做研究 你研究什麼題目嘛 對不對 那我當時研究的題目 其實就是我到今天 都還在研究的題目 就是為什麼 有一些網際網路上面的空間 我們素不蒙面的人在上面 就可以彼此支持 變成最好的朋友 但是為什麼又有某些空間 本來好朋友在上面 然後一言不合 就會吵架彼此封鎖 然後就變成最糟糕的狀態 那這個在學歷上叫 就是面對面見面 三分情在中間的話 在網路上面的互動 常常是偏於兩邊 要嘛就一開始就交淺延伸 要嘛就是突然之間 就有很多家 訊息彼此攻擊 陰謀論等等的狀況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你如果說 我從15歲到現在已經25年了 我其實就只專精一件事情 就是研究這個題目 是有一些心得也有發了 paper 那但是這個題目本身 你說它是 是不是斜槓是非常斜槓 在當年1996年的時候 甚至連網路社會學的 是不是成學們都是問題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就發現說 我要了解這個 那我這個語言學啊 互動空間設計啊 包含歷史啊哲學 詮釋學啊 這個各種各樣子的東西 看起來天上本來都有星座 但是因為我找了一個 沒有星星的 沒有星座一個方向 所以旁邊不管什麼星座的 離它比較近的星星 我就必須自己組合成一個星座 這樣的情況 所以從既有的學們的角度來看 我當然是很跨領域 可以說是Antidisciplinary 就完全不受領域限制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是很專精一個研究方向 那我覺得這樣子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因為這個 research question 很多人感興趣說真的 所以我就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到現在講用去發展目標 這個就是用去發展目標 第17項裡面幾個子項目 我們為什麼要投資資通訊 就是希望對於像氣候邊遷 這種人類很難彼此相信 因為有一些國家 它長期被其他國家當作 外部性的那個污染的輸出的地方 等等 你要怎麼樣子重建這種弧性 那等於是這個研究題目的一個延伸嘛 所以我就會發現說 大家都很願意花經費 花資源 花心力去研究這個題目 我就不用自己解決全部的問題 我一個非常大的研究社群 雖然它本來可能來自完全不同的學門 所以我覺得說專精一件事 那事情可能不是一個skill set 但是一個mindset 就是相對我來講 就是透過網路怎麼促進互信 就是這個mindset 那我專精在這件事情上 自然各個學門的朋友 只要跟這個題目有關係 就是我的朋友 那就是我的回答這樣子 看得到是沒有要補充的 那個我簡單補充一下 就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用一個 一個金字塔的事情 來想像我們的一個 在不管是在我們的生涯 或是學術的一個發展 我們的底盤要穩 我們學的要廣 但是呢 但是我們不可能 我們時間有限 一個人就24小時 我們不可能每個事情都專精 不可能每個人 每個人都像唐真偉這麼會寫程式 不可能 那我們可能只能在我們 最有興趣的 所以找到你自己的興趣很重要 我常常跟學生講 特別是像我的博班生 那個王信英老師 他念博班的時候 我就說 你什麼都要學 統計也要學 量化的 質化的 教育的 教育科技 教育的基礎 全部都要學 但是你要找到一個 你最有興趣的 他最有興趣的就是 我待會會放他的研究 最有興趣的就是共創 co-creation 所以他做了一系列 都是co-creation 什麼都是co-creation 但是他底盤 統計的量化質化 還是有在這邊 所以或許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想 用金字塔的這個形狀來想 我們把底盤放穩 然後找到自己有興趣的 往上發展去做專精的事情 謝謝 slido的特色就是主持人 會被弱化 所以我們結束前 先交給主持人 OK 謝謝我們剛剛孫教授 先把我們第一個部分 有關於這個 科技如何為素養助攻 那我們知道在素養學習 這一波新課綱裡面 是很重要的 所以剛剛我們政委 他其實是課綱的這個委員 所以給我們在未來感 這樣的方向軸線 拉出一個很好的一個架構 是一個硬架 但是他不是一個框架 我們希望還有一個打破 所以剛剛教授也舉出了 我們用科技的方式 或者是說 剛剛政委談到一些 不管是coding 或是各個面向裡面 我們如何看待科技本身呢 當然更延伸的就是他 整個在譬如說運用 或者說幫他slido的參與 或是剛剛教授談到的這個 科技的部分 舉個我們信仰老師 很多的底層的學習底下 如果你進一步想要給的思維 比如說信仰大會的共創 我也沒看過 今天可以做一個release一下 Beta版 好 那這是我們第一波 有關於這個科技 為素養學習的助攻 那我們接下來 因為有四個子題 我們就進入第二個 就是體制內 我們如果用科技 來進行這個教育的實驗 那同樣的也歡迎各位 進一步的slido繼續 那我們邀請我們的孫老師 謝謝 好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教育實驗 和實驗教育 其實我們知道教育實驗 就是在我們現有的這個教育上面 有用不一樣的思維去思考 那實驗教育呢 其實也是類似的 那現在很多的這個教育 他可能不是在這個 在用創新的方向 像這個新竹的這個實驗中學 他融入很多的這種創新的這種思維 帶到這個教學環境裡面 那可以用哪一些的這個教育實驗呢 就是我們說這邊就是說 在體制中進行小規模的一些教學的改革 可以透過像這個行動載具 電腦、平板、AR、穿單式科技 這些做一些我們做一些改革 那我們常常之前有一段時間很流行一個名詞 叫做破壞式創新 很多領域都有做破壞式創新 就是有的時候我們一直 成歸在以前的這個想法 你就不容易去產生新的一個產品 如果我們把以前的思維全部都放掉 破壞式的破壞式創新 你就會發現哇 很多的新的這個想法都出來了 好那像前一陣子很流行一種這個 我突然想到剛剛有一題是說 聲音要大一點 如果神才是很小的話 對 互動學課堂 好那就是說 翻轉教室前幾年很流行 它其實也是一種破壞式的狀況 因為以前沒有人想到說 我們教室怎麼可能在家裡面上課呢 上課都是規規矩矩在學校上課 那怎麼跑到翻轉制教室就是在家裡面去看影片 在教室裡面上課 那所以透過這種翻轉式結合合作的學習的這種活動 其實也是一種教育的實驗 那例如說像這個透過IRS 其實我們今天的這個slido也是一種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做一種互動 做一種即時的互動 那其實這就是這個得到一個立即的一個回饋 那我們知道 我們平常上課不是沒有回饋的 上課老師們都會考試 都會有期中考 那也會有出作業 但是學生要得到回饋的時候 絕對不是立即的 因為要等老師把一疊的這個 我想高中老師最辛苦 把一疊的這個作業 甚至有時候帶回家 帶回家慢慢慢慢改 第二天 還不見得改得完 可能要經過兩天 學生才能得到老師的這個回饋 這是比較是delayed的回饋 但是透過這種IRS slido 馬上聲音講得太大聲了 或是講得太小聲 馬上就可以透過這個回饋的方式 那IRS有一種用法 就是老師可以問一些選擇題 學生在下面回答 那你就知道說學生答對的比例 透過學生答對的比例 知道說學生的 對於這個概念的這個理解的狀況 那例如說像現在也很多這種 透過這個遊戲的方式進行這個學習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做的一個 網路釣魚的這個素養 提升網路釣魚素養的一個小遊戲 那給小學生來使用 那小學生在學網路釣魚 可能透過一些傳統的教課書 或是教材 可能不會覺得那麼有趣 那小朋友他們的這個 比較好動 那讓他們透過玩遊戲的方式 那可以更容易能夠進入狀況 那其實這個小朋友 我們說很多人 這些很多網路沈迷的這個議題 剛剛有好像slido上面有一題 有在問這個相關的 那其實沈迷 沈迷是一個比較負面的字 可是如果比較正面的字 是叫做心流 心流有一個大師 叫做Silber Szynski 他今年剛過世 那他說我們的這個學生 如果要進入一個最完美的狀態 就是你學什麼東西都可以投入在裡面 你學的東西的這個挑戰度 你的困難度 學的東西困難度 不能太難也不能太簡單 然後你的這個本身的這個可怕 你本身的能力也要在適中 如果說你的這個本身 比方說你要做一個數學的 數學的一個題目 那數學的這個 你數學的能力也如果太低 那如果這個遊戲 數學的遊戲如果太困難 你就會覺得緊張 可是如果數學能力很高 給你玩一個什麼一加一的 你會覺得很無聊嗎 就是這個挑戰跟能力要剛好達到一個 一個平衡點 完美的平衡 就是到了心流的狀態 那所以其實透過這個遊戲的方式 可以幫助小朋友達到心流的狀態 讓他們能夠更投入 那或是透過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主動高中 我們做一個這個STEM的這個實驗 就是讓同學呢 透過VR和AR這種穿戴式的裝置 能夠學習像這種物理滑輪的實驗 那物理滑輪透過這個裝置 可以讓他們更有沉浸感 而且更能夠體會到 這種物理的一個概念 背後的這個概念 那所以其實剛剛正文有提到 就是說 這個我們有一些這個 試培的 其實USR也是很重要 那所以我們學校之前 有一個USR的一個計畫 就是在做這個十二年的一個 國教去培育 就帶一些這個高中的老師 國中的老師 能夠帶入更多的這些科技 去做這個科技的這個生根 那所以這些都是一些 或許可以有更好的一個教育實驗 透過更創新的方式 我們剛才說破壞式創新嘛 可以讓開發出更好的 科技融入教學的一些策略 謝謝 好 請這位 對 我想既然就是都Q到 這個網路沉迷的這一點 我就先接著這個講好了 確實就是在教育實驗的 這個現場 就是從小學一路到高校 怎麼樣子去確保說 同學手上的載具 它真的是教材教法的一部分 而不是說變成就是 有人突然間畫 Instagram開始哈哈大笑 然後旁邊的人就跟著 就離場了 然後就斷寫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這個我想在場的教師都心有氣氣了 因為你再怎麼厲害 你很難比那個 Instagram 演算法 推出來的那個更好笑 就是做不到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它到底是在一個就是協助的位置 還是在一個敵對的位置 所以這個真的是最關鍵的一件事情了 那 Slido 它的特色 就是說它是把大家的那個 注意力等於徵收過來 大家手機上面 現在如果有掃的話 至少有某個視窗 是這個教師的延伸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種 就是聽言講聽 想要發廢文的衝動 那這個就不會跑去滴咖上面 可能他就直接留言在這邊 因為他去滴咖上面要等 大概20分鐘才會有人理他 在這邊的話 如果好笑大家都笑起來 或者是說這個講話太大小聲 立刻就有回饋 所以就是說 當我們實際上是 在即時互動的場景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有這個底氣 要有這個自信 就是我們可以取得的 這樣子的互動的品質跟成就感 跟分享的成就感 這個絕對是高過在網路上面那種 只有片段的非即時的那種互動 那但是呢它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特色就是說 它必須要是雙向的 所以在它是雙向這個前提下 我就發現說 真的兩小時的演講 很多人他聽一聽 就有看到某個東西要按讚的衝動 你如果真的把他手機收起來 放到什麼停機場什麼 他到第一個小時 結束的時候手會抖 他已經就完全被condition了 如果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按讚的話 會有一種階段針中出現 所以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硬不讓他任何載去 其實他也分心嘛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下 等於我們要創造一個雙贏的情況 就是他還是有東西可以按讚 但他可以按讚的東西是他旁邊的同學提的問題 這樣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按了讚之後 你知道那個就是階段症狀的 特色就是說 他稍微有一點滿足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陣子的rush 就是剛剛講心流的那個情況 就覺得說 好不錯不錯 現在我可以回來專心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讓大家有一點點distraction 但是這個distraction 不會完全帶走 而是又可以帶回來 那這個是課堂經營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slider有很多功能 那這個QA只是其中最簡單的一個 那之前我也很常用的是投票嘛 那投票也不一定是 就是我預先寫好選項 像剛剛老師說的投票 也有所謂的word cloud 就是說大家心裡想什麼 立刻就打個字下來 然後就一個文字語 然後大家這個目前心裡想的 最多人同時想的 就慢慢集中在中間 那個字慢慢變大等等 那就好像整個教室 看著鏡子一樣 跟大家自己心裡想的東西 去及時對話 那邊也很好玩 所以就是通常就是大概 大家精神可以 還是換散的時候 就可以丟出一些 這樣子的高度沉浸式的這種互動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就不會是沉迷於一個人的 單人的網絡 而是說他是沉迷於一個 跟大家一起進入學習的 心裡有的狀態的情況 那這種沉迷 說真的我們整個社會 是鼓勵的 就是當你到 就是大家一起學習 有所獲得有所創造 有分享的時候 本來整個文明就是 要大家沉迷在這種活動上面 希望會到這個問題 好,謝謝蘇文老師 跟我們彭鋒哲偉 剛剛談到 其實我們這個部分呢 是談到 如何科技來進行教育實驗 那當然我們知道教育這件事情 本體好像是師 不管角色是誰 一個是學習者 一個是教學者的概念 所以呢 因為科技的部分 所以這個角色界線也模糊了 所以剛剛我們的教授提到 破壞式的創新 就像最近這一期的 天下的教育特開 也是破壞式的學習 所以呢 就是我們傳統這個教跟學 透過科技 那也許就在互動 這個不只是知識 那我們剛剛談第一階段 談這個素養的 技能或者是情業的價值 都會有一些值的這個變化 所以剛剛談到 不管是我們孫教授 談到這個 這個樂趣式的學習 他談到這個心流 也有人翻譯到 福樂 福樂 就是幸福快樂的感覺 就像過耶誕 這個心流 那當然呢 剛剛各位在這個slide 提到這個沉迷沉飲 其實鄭偉也提到 其實是一體兩面 那我剛剛一句話最受用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現場 比如說不讓學用載具 他會分析 這也是很有道理 就讓他做個小小的滿足 那也許呢 這個我們現場 很多老師跟同學 同學聽了應該很開心 我們在線上 所以當然這個教育實驗 就是說 我們今天主題是 introduce technology 我把科技導入的時候 我們如何善用他科技 可以幫我們助攻的部分 但是呢 可能呢 因為我們要他樂趣 那就會有沉迷嘛 因為心流就是某種程度的心流 一體兩面 那如何取得一個平安點呢 所以這樣的議題 這樣子題的安排 我覺得呢 滿有趣的 那我們今天呢 因為科技幫助這個實驗 所以除了slide線上 因為剛剛我們唐鳳正恩提醒我 主持人功能也不能太弱化 所以是不是也開放 我們線上跟線下呢 也可以呢 現場是不是有來賓要提問 有嗎 要舉手嗎 我們 純軒老師有提問嗎 來來來來 他一直看著我 問在上面 你問在上面 那也可以啊 來啦 我們也可以呢 這個匿名性跟珍惜 這個自我揭露一下 好來 校長然後 鄭偉然後 校長大家五安 和同學校五班 那個我其實問題已經提在上面 就是希望請問那個 一個唐正偉 就是又有看唐正偉那個訪談的書啊 有提到一個是多視角的部分 那我覺得就是包含學生或老師 我們其實很容易在一個同文層裡面 那有時候看待一些議題跟事件 可能會比較單一 所以想 希望唐正偉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我們在看待一件議題或事情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做比較多視角的思考 謝謝 好那我們這個在現場的好處 就可以呢 這個不是按讚數最高的 也可以呢 往前推升 那麼請正偉來 各位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啊 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 我們如果是要急著解決一個問題 我們做科技常常是有種 所謂Solutionism 就是說 因為我們掌握了一些工具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都覺得 這個是代解決的問題 但是我們一旦就是想要解決問題的時候 就很難用多視角來看待這個情況 因為就會跳到 我們之前已經受過一些訓練的情況嘛 所以就是說 這個道德經說什麼 這個常有欲一貫其妙 就是說 當你一有想要解決他的欲望的時候 你就就是只看到 你想看到那個部分 所以 通常我自己對自己的提醒 就是說 要採取多視角的角度的話 必須有一種能夠跟問題 尤其是我覺得 非解決不可的問題 棘手的問題 跟他相處的這種感覺 好像在自己的心裡面 有一個客房 這個困難的問題來 他就住一陣子 那這個問題 我可以 像剛剛講的那個 Research Question 已經跟了我25年了 那所以就是隨時都可以 跟他有所對話的這個情況 我並不急著找到答案 或者是不急著解決它 當然每天起來做一些貢獻 但是不急著解決它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隨著時間過去 你會很容易發現說 這個問題 別人是用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它的 那以及就是 當你發現說 你本來不熟悉的那個專業 其實更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花時間去 所以選每一邊站 就是你就跑到那邊 用那邊的角度去看事情 所以我舉例 好比像說 像當時 我們就繼續這個Running Example 就是口罩地圖的那個時候 那我家附近有一個鑰匙 他在門口用大字報貼說 不要相信App 驚嘆號 那個驚嘆號 自己一張全形 驚嘆號在A4紙上 所以從街上看起來 是蠻觸目驚心的 你可以想像那個畫面 那但是就是 到底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說這個口罩地圖 是不是很糟糕的等等 那我如果 當時是覺得說 這個就是解決方法 然後我看了他的這個說明之後 我就趕快回去 用我熟悉的方法 那我就不知道 它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但是因為我在心裡 就是跟那個狀態相處 所以我才能夠就是有點突破同文層 然後強化我的玻璃心 所以我做了什麼呢 就是我剛看到的時候 是覺得很很有點瘦創 因為我們才剛把它上線 然後立刻就會否定 那但是我就深呼吸 然後就鼓起勇氣 然後就對門進去 然後立刻就去買了什麼 東雄沙草 還是什麼之類的補品 然後這個見面三分鏡 然後結帳的時候在這個 弱弱的問一句時候 為什麼貼那個在你的門口 對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排隊啊這個 覺得隊伍很長 所以他是把健保卡先放著 然後發個號碼牌 然後到中午他休息的時候 再去過卡 過卡完了 那他到晚上 班晚的時候 這些人拿號碼牌回來 換口罩 但是因為他在中午才過卡 所以在整個早上 我們在地圖上看起來 他都一片都沒有賣出去 所以他就不生氣了 他接到非常多的電話 他看地圖說 這邊還有存量 但事實上他號碼牌 已經發完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當然開門造劇嘛 我就說那如果就是 你是我的話 你會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那他們要是群組討論之後 他們就說 那應該要給我們一個隱形斗篷嘛 按一個鍵就可以 我們發完號碼牌的當下 就從地圖上面消失 那我當然就回去 就立刻請健保署師做這件事情 但這裡面最難的 都不是基礎的部分 這裡面最難的是說 我要有一種 我本來覺得 民間的這個 那幾位朋友 叫民眾部站位 是這個問題的好解法的這個狀態 我要先把它放掉 我要先有一種 他們可能解決了部分的問題 但是說不定又造成了更多的問題 我們必須跟這整個問題 相處久一點的時間 而且不急著在今天解決它 不急著說 我們今天就已經 閉氣功於一役等等 那這樣的話 每天每天碰到這樣子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才真的能夠去面對嘛 然後去接受 去處理 去放下等等 但是這個面對是建立在說 我不要覺得說 好像這一題有標準答案 事實上沒有標準答案 而且媒體有標準答案 這種感覺 剛好就是讓我們沒有辦法 去面對這個問題 實際的狀態的情況 所以就第一個 要有跟問題相處的耐心 那第二個 如果有人講了一個 你覺得好像有點玻璃心的感覺 的時候 一定是他對 一定不是你對 所以 但是像我的話 我就會深呼吸強化玻璃心 然後走過去說 然後從你的角度 那Brand怎樣 這樣子 就這樣一種說法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OK 謝謝志偉 好 我們會長剛剛有一個Cue我 他說他有一個問題要請教 那是不是 我們翁會長 因為 這個我發現 我們的孩子 有時候在虛擬網路上面 是自信蠻蠻的 可是跟他在現實生活上 落差很大 然後像你說 請問政委在這方面有沒有 怎麼樣可以跟孩子分享 不過 為什麼這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說 希望他在現實世界 也那麼自信蠻蠻 對 因為其實 其實我 長期當任家長會長 那我發現有一些 孩子在虛擬 這個網路世界裡面 其實他是相當有自信 可是實際上他跟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其實是有可能 有點落差的 所以說在這方面 我們要 未來怎麼樣去 這個 引導我們的孩子 能夠說 從虛擬 走出 然後跟實際的人群 去做一個協作 跟團隊的合作 是 這非常 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可以設計出一些 互動的體驗 就是擅長虛擬的 跟擅長實體的 各自都有他可以貢獻的地方 但是沒有哪邊覺得說 自己是規則的 全部的擁有者 或主宰者 沒有說 一邊覺得另外一邊說 這個走過的橋 他走過的路多 等等對不對 因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他自信充足就表示 他對這個場域的規則 很熟悉 還有設定規則的能力等等 那當他到一個實體的情況 說他既不熟悉 又沒有設定規則的能力 但那個自信心就比較少了 我舉例像 之前有一款很紅的 現在還是有人在玩的 知道精靈寶可夢嗎 Pokemon Go 那他就是一個 AR 的一個體驗 就是他 你必須走出家門啦 那 但是他裡面 還是有虛擬的部分 那我們就看到 有很多可能 爺爺奶奶帶著 甚至孫女 這個一起抓這個寶物 或跟怪物 關誰有相處 但是你很難發現 是誰在帶誰 就是雙方各有各自的 domain knowledge 對不對 那小孩可能是對於 二次元的部分 比較熟悉 對那但是他的祖父中 可能有三次元的部分 比較熟悉 而且這邊為什麼 看起來是乾的地 還抓得到魚 因為這個之前是水菌 什麼之類的 他有一些他的domain knowledge 但是因為雙方都不主宰 這個遊戲裡面 全部的話語權 所以雙方都有 彼此可以學習的部分 那當然中間的 像四五十歲的這個 終身帶也許也有貢獻的部分 像就是用固定的時速開車 然後這樣他就可以 從頭抓到尾 之類之類的 對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當每個人都有貢獻 但是沒有任何人主宰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是真正跨屬 同文層建立自信的時候 因為對這些對網路規則設定 很熟悉的朋友來講 他一定要覺得說 他在某個部分有所貢獻 不然我就一直 待在那個虛擬世界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等於是教學相長 或者嚴格來講 這個情況是共學了 就沒有誰在教誰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很刻意去營造出 這種輕盈工創 沒有誰在教誰的這個情況 他們就會慢慢願意說 那我也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這樣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OK 謝謝這位 那我想我們這個子題 用科技跟這個教育實應的部分 那與其教育部也就推動 有關於這個 自主學習 導入科技的部分 那我在看這個slide 所以我不只關心各位 我也看slide 有一個問題是有40個按讚 那是不是可能大家也很關心 這個有關於課綱 自主學習 或者是現在很夯的這個 學習歷程當然 本校也是受災戶 但是我們也無縫的把我們recover了 OK OK 那當然是技術問題 所以大家很關心 是不是我們也請正偉 給我們做一些分享 確實啦 就是當時 就是雞蛋放在同個紅板的籃子裡 然後這個就會造成這個 不幸的狀態 非常抱歉 再次不要太歉意 對 那我想就是 對對大家來講 所有這些全新的制度 大家不免都會有 我們說FUD Fear, Uncertainty, Doubt 就是 就是有恐懼的部分 有不確定的部分 有疑慮的部分 等等 那但是 我們也觀察到說 其實從 不管大學段來講 或者是高中段來講 大家都覺得說 這樣子的 一套制度 大家至少試一次看看 看看它跟本來的 有什麼不一樣 的這個動能 我看起來是還有的 就是 並沒有說真的就是 大家上街抗議 或者什麼 佔領教育 或什麼的這個情況 大家都願意先試看看 那願意試看看的 其中一個理由也是說 因為理論上 如果去掉那種 自己下自己 就是全部都要做到 百分之百完美 才有可能這個 進入抗爭的 這個前提的話 那其實裡面 不管是這個技術的部分 像現在公版這個 會migrate到 各種不同 大家可以選擇的 就是民間所開發的系統 或地方政府開發的系統 裡面 或者是說那個格式裡面 很多大家本來 所勾病的部分 特定格式無法轉換 檔案大小 等等這些部分 這個基本上就是 有點像是大家在 說講話太小聲一樣 就是即時的這個收到之後 那教育部也好 或者是教育部的廠商也好 事實上都是有 有短於一年的時間的 這個疊代速度 以我的理解是 應該是雙周 左右的疊代速度 就是當大家 凝聚出一個 具體的建議的時候 大概兩個禮拜 左右可以實作的 出來的情況 所以當這個疊代 比較短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好啦試試看 那我們這個 真的真的不行的話 再來蓋嘛 再說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因為我自己小的時候 為什麼就是很難 在提示學校裡面 就是大部分體制學校的 校長或老師都說 我們只是 當時還不是 國立編譯館 的執行單位 當時是純粹的 鋼型科鋼 所以他們不管有什麼 要改的 大概都是 可能三年 或四年 或十年以後 總鋼 再次檢討的時候 才能夠真正去修改 那這樣的話 那時候我都已經 不知道幾歲了 所以我就不會覺得說 在體制裡面 這樣子集結起來 然後提出具體的建議 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在現在的情況 因為 新科鋼已經比較 轉流新科鋼 那以及 更重要就是說 大家自己去寫系統 自己去 DEMO給教育部看說 有更好的方法 事實上是做得到的 而且 大家對於這個 學生權益 也更加的在意了 從這個 到底指甲有算不算 服裝儀容 到這個外食 要不要訂便當 到這個 到底幾點鐘來上課 睡眠才能充足 等等的 這些題目也都變成 好像覺得說 不是教育部說了算 而是每個學校 可以自己討論 跟周邊的學校討論 然後凝聚觸碰是說 教育部還得ratify 還得說好 你們說的對 我們趕快來改一下 教育部 等等這個方式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他的這個自主 不是只是講 學生自己安排的自主 或學習歷程的自主 他也是 校園的自治的這個自主 那本來只有在高教學生會 才有的那種dynamic 我們開始在高中看到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啦 雖不滿意 但可接受 這個框架我們暫時 先不拆 因為說不定我們可以把它 變成贏家 所以感覺上是這樣子 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好 謝謝周圍 尤其是我們現在這個 劉官員這個兒童權力的C C的部分 更重視孩子的這個表育權 就像我是主持 我有掌握話語權 但是沒有 我們這個場子是大概公開的 所以孩子的表育權 也是我們在這一波教育裡面 那會更全面 那比如說我們自己在學校 我們在瘦山高 我們有實驗 比如說我們有日文實驗班 我們有雙語實驗班 然後我們甚至還有兩個是 個別的在家自學 我們還有兩個孩子 所以我們的實驗教育也做的 還滿全面的 我們有普科 執科 體育班 還有這個在家自主學習 那這個是會是局部的 可是我們用教育實驗來看 就是全面的 我們如何幫助孩子 有更好的學習 成為他更好的自主 那其實自主是在他內在那個動能 是會出來的 所以在這個Session 我覺得謝謝教授 跟我們曾偉給大家的分享 那我們是不是就進入 那個教授呢 要現在跟我們補償 因為我也很想要問一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當聽眾也問一個問題 因為唐曾偉 因為剛好我們這個題目是 教育實驗 實驗教育 那剛剛唐曾偉有提到 我想大家都知道 很特別的一個學習的經歷 是實驗教育 或是說非體制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管道 那我們知道說現在 這種非體制的學習管道 慢慢慢慢慢慢 更多 以前可能很少人會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管道 現在慢慢的人都知道了 現在很多在大學端 也會有開放這樣的一個 入學管道 例如說像 嬌民交大 就有這個百川學成 那清大有十歲 國內很多的這個大學都有 這叫做特殊選材的一個管道 就不照 不跟著大家大批一起去真實 那透過這樣特殊選材的方式 找到那個 比方說很會寫程式的人 或是對藝術很有天分 但或許別的這個 他的專精就在這個藝術這方面 這樣的人 那不知道 唐政偉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您之前的 這樣子的一個學習經歷 以及對於這個實驗教育 或者是說這非體制教育的一個看法 好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現在已經很難說 它是打破體制或非體制了 因為在我們林萬一政委協助 把那個實驗三法做翻修之後 現在基本上就是 不管你是實驗教育 還是體制裡面的教育 或教育實驗 只要你的年齡是相同的 你就享有幾乎完全相同的權益嘛 我自己當年都還說要這個 怎麼等兩年才能靠同等學歷啊 然後很多東西都沒有這個申請的權利啊 圖書證也解不知道什麼之類 這些所有 這些所有都解決了嘛 現在事實上是按法定的 就是這必須通等年齡 通等權益啦 所以我不想就是先就是挑戰一個觀念 就是說這個somehow它是不管體制的 事實上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體制的一部分了 是實驗三法明定的體制 那在這個新的體制底下 我覺得我們現在比較要問的是說 那我們在高教育 有沒有準備好說 那我們在就是組成一門課的時候 怎麼樣 它不是靠著純粹線性的這些 或者純粹可量化的 純粹可以互相比較的這些東西 而是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實性良才的歷程 但是這個雖然是實驗教育促成 就是高教端非得這樣想 但是並不是說只有對實驗教育學生 你才這樣看嘛 事實上我們為什麼要在磨合學習歷程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理論上之後 在高教端也可以有很多 像現在已經有一些 大一部分析 或者是說從系本位改成 學院本位 或者是連學院都不太本位了 變成大學系統 那或者是甚至高教端也可以辦實驗教育 我所知道就有好幾個想要辦實驗大學 甚至專門辦實驗碩學生的高教端 所以等於是高教端自己也被實驗化了 這樣的情況 所以當這個是一個趨勢的時候 我覺得實驗教育這邊 實驗三法這邊 它其實擔任的是一個 有點像是research的一個角色 它先去試各種各樣的可能的 新的安排的方法 那不是都成功 實驗實際上就是可能不成功的意思 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話大家就知道說 我們這一套制度可能還要有更多考慮的面向 但是有些成功的部分 好比像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的這個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ot a foreign language 等等的這些就是基本的東西 那我們就從research變development 現在就變成大家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在看說就是作為第二語 而不是作為外語的學外語等等 那同樣的概念現在沒有放到族語去了 所以接下來就在原住民族實驗學校 就會試整套的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說 隨時他實驗教育是在 潘里爾在拓荒的這個角色 去試各種各樣新的議題 我們的課綱本來的設計 沒有辦法處理得要怎麼處理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很好的report 是很好的彼此支持的情感關係 就是這邊只要真的是出什麼可以用的 高教端也會用 那我們這邊的很多就是 具有這個創造力的學校的課法會 也會開始使用 實際上都沒有在等國家院說什麼 就直接來使用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样子一个横向支援的角色 而不是说实验教育本身 它好像就是需要高校端 永远都给它一个专门的轨道 这样的情况 希望我回到这个问题 OK,谢谢郑伟 因为实验就在三法社五年多来 那其实已经在打通了 因为打通认读而满 但是呢,刚刚郑伟也有访问我们教授 到底大学端这个认读而满没有打通 应该目前还没有 因为实验的孩子 他这样一路走来 在中学 那其实就像我们孩子 他也是在家自学 所以就像刚刚郑伟谈的 他虽然我们有学籍 所以他就是我们学生 不用再多等两年 对,这样子就是完全是通道 所以很多孩子 也许很多家长还不清楚 有这样的法已经通过了 就accessible 那他可能不清楚 那但是呢 可是刚刚说叫做举例到在百川或十岁 他是选才的一个方式 可是不是育才 所以刚刚郑伟也提到说 是不是在大学端未来 还有很多实验的机制 那可以帮助这一群的孩子 他本来有更多自主的一些学习的模式 或方式 不管在中学 一直延续到大学 甚至我们谈的素养这件事是终身学习 所以不管是real time 或是real life 在生活当中 我们刚刚郑伟提到疫情的时候 口罩地图这件事情 那当然他也很辛苦地吃足了骨头 但是也帮我们 真的在那个当下呢 很棒有一个及时的资讯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能力是我们要的 也是那时候我们非常感谢郑伟 那下一个指题就是我们在疫情时代 如何用科技来搭建这个素养教育这个阴教 是不是我们也请我们的孙教授先给我们一面 好那我想这个疫情时代 就是其实就是最近这两年 那很多的这个学校都现在变成线上的这个授课 那包含我自己的课 有一门课这学期 就是因为5月那个时候有疫情 所以我们这学期一开始 我们就一开始就采用线上授课 那线上授课当然就是 也是回应刚刚加长会长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小朋友在这种虚拟的环境 里面久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其实这是一个平衡 就是说如果是线上授课的话 像我们学校的有这种欲网 我待会会给大家看我们学校的这欲网 欲网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 目课式的一个平台 那他如果你是要取得认证的话 大概上完课之后有个机会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交流的时间 所以就不会全部都沉溺在那个线上的授课里面 我记得这学期上课上到一半 刚好有个机会大家就可以就面对面 我的学生本来都是在网路上见面 终于有个机会面对面了 我们就觉得说好像网友在见面 终于实体上看到了 我就看到有个学生就说好像没有看过你 你是哪位同学 他说我就是昨天上你课的那位同学 我说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线上学习看不太清楚 然后他说老师其实刚刚我也认不太出你来 所以因为现在网路上 大家都是没有办法面对面 所以其实这就是疫情时代 那我们怎么样用科技减少这个盖 那或许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 那当然我们因为这个题目叫做 搭建素养的阴架 那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什么是阴架 阴架就是外面建筑工地常常看到那个阴架 那为什么会有阴架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support 那它其实源自于这个教育心理学家 这个Bugaski 他提出来的一个学习理论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的这个学习呢 需要有一个support 老师提供一个support 一个guidance 那这个guidance到底要多高呢 如果老师的这个support很好 把你的目标要拉到这么大 那你学生可能拉不上去 因为如果给你一个老师求好心切 给你很多数学的练习题 但是都是超级难的练习题 他的阴架太高了太难了 学生根本拉不上来 那可是如果给你简单的数学题 学生没有学到啊 那怎么样拿捏 就有点像刚刚那个心流 怎么拿捏到那个最完美的平衡点 拿捏到让学生可以学得到 然后又不会说觉得它太难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 就是叫做进测学习区 所以我们以前当然在这个 以前的心理学家 透过一些工具 透过一些教具 来把学生达成这个ZTD 综合Prosimative Volum 现在有科技了 有没有什么科技可以达成这些事情 例如说像透过这个 行动的应用程式的APP 透过像英语 有些英语学习 会不会待会第四段会谈到 这个英语教学的部分 有很多这种英语的这个APP 其实也可以当帮助学生来这个 当做他们的应驾 来帮助他们学习 那例如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王庆云老师 他做的这个数位共创 那其实共创就是大家一起在VR的环境里面 共同的创作 那他跟我们以前讲的这个 这个Collaborative Learning 这个合作的学习 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说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可能会有人来Lead Lead大家 那但是呢 在数位共创的这个情况呢 每个人都是Leader 所以可以更激发每一个人的一个 共创 更激发每一个人的这个 投入的一个心力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远距学习 虚拟实境等等的这种方式 其实就可以帮助学生搭建一些科技的这个引甲 那这个就是我们寿山高中的一个教学的环境 在这个透过这个共创的环境 透过这样小组的这种讨论分组 可以搭建学生的这个引甲 这次是用在英文课 那这是用在一个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下面 也可以通过像以前我们学习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知识 我们可能透过一些导览的设备 但是导览的那个设备 可能我们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资讯 那透过AR AR我们在看这个展览设备的时候 它可以堆叠一些更丰富的资讯 这样的音价可以让我们的学习的效果 可以拉到更高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CPD 那个CPD的那个范围就可以更适切 那或是说透过刚刚说的这个 我们像Zuvio啦 也是一种课堂的互动工具 Slido 课堂互动工具 帮助学生把不懂的这个观念去厘清 其实这也是一种这种这个赢架的一种搭建 那这个是浴网的一个平台 刚刚校长有提到那个这一期的这个天价杂志 就有提到破坏式教育 那里面有介绍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学校的一个浴网的一个平台 那现在浴网平台也有提供像高中端 因为现在要做自主学习 也有一些课程是适合自主学习的 可以在线上学生可以在家里面自己上课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搭起一些科技的影响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谢谢 对 因为我刚刚就是一面在看这个平台 就是它甚至包含怎么做电竞赛事的转播 或者是怎么做室内装修 就是我觉得它是真的很 跟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第一代就是在MIT OpenCourseWay啊Wikipedia啊的那个年代 看起来真的这个立体很多 就是like literally它多了非常多立体的实际的操作性的这些动作 那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棒 因为传统上我们是很容易有个二分法说 需要高度及时互动的不能够在网络上做 那只有是抽象的或非同步的才能够像科汉学员啊什么 在网络上面做或者是你手边要material那没有material就必须要同一小时 可是现在确实就是透过比较沉浸式的这种设计 那就算你没有material至少大家都进入一个模拟器嘛 那在模拟器里面不但可能比真正的material还好 因为不会发生什么灾害啊 那而且它可以不断的重放 那这个重放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看自己所操作的有哪里可以更好的 你自己站到自己操作那个过程外面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嘛 我最近因为那个总统文化奖 我是其中一个青年创业场的评审 那所以我就后来我们透过那个新的投票法 叫平方投票法 投出一个各种评审都就是不是很熟悉 但是加在一起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有综合效果的叫做博君嘛 他是跳霹雳舞的就是把霹雳舞跑到那个奥运赛事的主要的推手之一 那他就有推出一个Swipe这个APP 那这个APP他就是透过线上教学平台教人跳霹雳舞 那这个但霹雳舞事实上是等于是纯直体的一件事情 所以传统上跟我们想象中的MOOC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差别 但他就用了非常多AR的方法 跌影啊这个各种回放啊等等的方式 那分解动作啊等等 那就是传统上面觉得比较难自己学的 而事实上还是可以自己学的 透过一些很不错的这些设计 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题目上面 我们现在的想象都受限于我们最熟的一些载具 就是平面的载具 那我们像我自己是一定要用笔写字才能够思考 那所以就是从头到尾我的手机什么上面都一定有一支笔 所以我的想象就比较往二维 可是我就发现说在设计这些的时候 如果他本来是只习惯打键盘或者是比较一维等等的时候 因为他互动的方式就 那个modality就比较受限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把创作的素材 放到所有的第一线的现场 而且让他就是非常便宜的就可以取得 这些digital content的素材 那不会是说只被我们手上的这个smartphone 的二维的显示 二维的video等等所限制 而是一下子就有这个AR capture 或者360度capture 或者其他的motion capture等等 这些能力尽快的普及 那这个普及之后 我觉得就有越来越多的modality 可以大家不会觉得好像非是纯数位 或者是纯现场 那可以就是都是混成就是hybrid的方式来做 那像明年如果假设 这个这些除智慧型手机的厂商 都出比较portable的AR MR的设备的话 那而且希望比HoloLens再稍微轻一点 就是给带比较久的设备的话 那这样的话 其实像我们这种演讲的场合 那对我们三个来讲 就不会像刚刚好像硬要在实体网络做切换 我们眼睛稍微按一按 所有空的座位都冒出人来 就是可以很容易的取得那种 类似阴阳眼神 那样子的设计的方法 那这样的设计的方法 就不需要强迫谁去把他的状态去塞进 像刚刚讲到的透过网路 看起来好像还像素化 所以认不太出来的人的面孔里面 而是可以很完整的包含他的情绪 他的表情 他的状态 都可以递送到其他人的面前 所以这个可能不会等太久 可能明年后年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设计的一部分 就像刚刚正委谈到迭代的速度 应该会更加速 那所以我们这个子弟其实是疫情时代 如果用科技跟素养 所以其实这件事应该是回到 我们在平常的学习里面包含前面两个子弟一谈 科技它就有助攻或甚至在整个面向里面 可以让孩子会更多的趋力 所以疫情时代 那我想就是说 更因为这样的外在的条件 也很大的改变 就是把人跟人 刚刚正在这位谈论 人跟人这个互动的关系 改变了 那所以科技可以加速这件事情的实践 所以我们在这个CyberSpace 不管是E-WAN或其他很多平台 这样一个共同的material 所以能够共创之外 也要能够共享 那也把我们大家的这个集体智慧 能够share出来 那就是我们在疫情时代 更要珍惜 因为这个在大灾难的时候 人们更要能够 更能够凝聚在一起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科技 不管是在教育或素养 其实这件事情呢 回到我们现在 算后疫情的时代 如何回到正常生活当中 或回到我们平常的课堂当中 我们的生活当中 科技 它的对我们来说的影响面 会是什么 所以刚刚教授举了很多的 不同的app 不同的例子里面 来谈这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郑伟也谈到 尤其是这个 沉浸式的 或者这样的模拟式的 这样的AR VR 阴阳 我们叫VR是观落音 但是这一次呢 模拟这个VR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 repeat 刚刚谈到 那也可以是review 那我们希望期待科技会有更多的reflection 就像正文刚刚提到 希望要手写 就是在里面的温度 所以科技跟人文 这样子一个同步 都能够在我们学习或成长 或者人的互动里面 都有透过科技 把人跟人的关系 理解更好 我想这是科技 在这个打起这个scuffle 这个阴架的部分呢 可以做到 那因为阴架回到学习里面 就是有点年也不会太年 也有点难 也不会太难 所以刚刚教授也跟我们谈到 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同学 这个耶诞节的 这个当下 要开始除旧不新 新的年度的目标 总是我们会有一些学习上 或是未来自己的小目标 小目标 那可达成的部分呢 所以在这样的 我们如果透过 不管课堂上 或者科技 很多刚刚看到很多例子 那也可以帮助自己的学习 那就是我们刚刚从两位 学习到很多地方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我们在2030的 双语国家政策里面 如何以科技 影响我们国家的2030双语政策 那我们是不是再请我们教授 来跟我们做提点 好那我 我先讲一下2030年 这个国家政策 因为我其实 今天负责是围观的部分 不是局观 所以如果待会有不清楚 再请或是有误的地方 再请唐政委帮我们补充 2013年的这个国家的全英语政策 是在之前有一个2024年 2024年以后我们知道双语政策 就是希望说越多人会说这个英语 好那这怎么样达到呢 就是2024年会有六成的中小学的 这个英语科的这个课程 全部都是用全英语的授课方式 那有七分之一的其他的授课就是用双语授课 那2030年呢就更多了 2030年只要是中小学的英语课啊 全部都是用英语授课的 就是用英语来教英语 那我觉得这是有一个道理在的 因为我们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他们就说在美国读书 如果你想要英文练得好呢 你就去一个乡下的地方 比如说像去Pittsburgh 我以前在Pittsburgh待过 Pittsburgh很少华人 你丢到那个地方 什么都不会 你点个餐 如果你不会讲英文 根本就连点餐都没办法点 外国的那个点餐很复杂的 尤其是我最怕就是去那个 去那个 有一家连锁的 卖三明治的 那家店叫什么店 Subway 它里面的那个配菜很多种 每次进去都非常紧张 因为后面在排队 你不赶快讲的话 最后我就直接用点的 用纸的 随便乱纸一下 那可是如果你是去那个加州 你就英文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你根本不用讲英文 加州现在有个小台北 通通用中文就好了 那所以用英文来教英文 反正是强迫让学生沉浸在 这个英文的一个学习环境里面 他们自然就会把英文 变成是一个必要的 一个一定要学好的一个条件 那这个是2030年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变成一个全英语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 不是英语课呢 2030年有三分之一的部分 是要用双语来授课的 双语授课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我教美术 我知道像那个 寿山的这个王彦祥老师 教美术也有融入英语教学 可以用英语教学 他说这个英文是中文辅助 然后科技辅助就可以 透过这样英语的这个双语的理解 那有一些平台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 未来的这个双语的一个目标 例如是像师大的这个 师范大学这边有个 过英语学的一个平台 那很多的这个 里面有很多的中学的这个课程 也是对应到各个的这个单元 可以帮助老师来配合来使用 也可以当做他们学生在 学生在课后的一个 翻转教学的一个配合的使用 那除了这个英语的部分呢 其实用很多的科技 确实是也可以辅助这个英语教学 那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英语教学的领域呢 有一个acronym 叫做COL C-A-L-L 就是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还有我们常常听到的TEL T-E-L-L 就是Technology Enhanced Language Learning 其实用这样的一个科技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教学 例如说像我们可以通过 刚刚说的案案案 你可以让学生去选那个单字 或是用对应的这些 这个MAP 来学习单字 或者是透过一些沉浸的一些方式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学校做的一个APP 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 校园的职务很多 那以前我们常常看说 我们想要认识 认识校园职务的英文 可以在校园职务贴很多这种QR Code 可是我们学校的数太多了 QR Code不知道贴在哪里 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就把它结合GPS 就是手机上面有一些英语的这个 跟树跟花草有关的一些教学的资讯 走到这一区 因为这一区全部都是黑板树 它就自动就跳出来 跟黑板树有关的一个讯息 用这个比较是 immersive的这种方式来学习 跟这个树木有关的这些英文 那或者说 例如说其实像现在这个师培 师培端也很重视这样的一个双语的这个教学 我知道清大就是其中一个双语教学的一个基地 这边刚好有清大英语教学系的系主任在这边 英语教学的 在大学端其实最近也是有搭配上数学 培养说数学老师要怎么去教英文 不是是数学老师要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教数学 自然科的领域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来教数学 那在国中国小端 这个我想教育部也有很多的这个相对应的一些 配合的这些政策 那在大学端呢 其实我发现说现在中学的老师呢 现在要当中学老师或小学老师很不容易的 一关一关要先修完教育学程 修完了之后呢还要再去考教检 教检通过之后 以前是可以直接先实习再考教检 现在是教检通过之后才能去实习 所以很多人实习学校都找好了 结果教检一公布发现没过 那实习学校就没有办法继续实习了 那实习学校按年实习完之后 还要再通过教证 其实是一关一关的 我都很佩服这个中小学的现场教学老师 可是大学老师就不用了 大学老师都没有这些什么教征 教检教育学生通通都不用修 那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本身是大学老师来讲 是很惭愧的 所以其实杨明教大现在就开始很重视这一块 所以就有这个大概在两年前成立一个 国际高教培训认证的一个中心 就跟英国合作去学习怎么样去用英文来教这个课程 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双语的这个政策不只是在中小学端 在大学端也要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大学 也要让外国人来有国际学生来上课 一定要向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所以这样的一个高教培训的一个认证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大学老师 也能够知道怎么授课的一些技巧 特别是用英文教学的一个结合 那像这个是 就是也是寿山高中的很优秀的老师们 他们来分享 就怎么样 这个叫做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就是我们怎么样先是一个跨域的时代 那我们知道为了要准备以后 你是数学老师也要用英文来教 美术老师也要用英文来教 你要怎么去做这些结合 那可以想一些策略 像我觉得寿山的老师们 在这个学校长带领之下就很有创意 他们想了很多的点子 例如说其中一个点子就是 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个acronym 就是想很多的这个英文的缩写 来帮助学生来学习 例如说像我知道像我们王姓云老师 他就在他的这个桌子上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办公桌 就写一个why W-H-Y 那每一个学生过去来找他说 为什么你要问问题 为什么要why 为什么 因为他的名字叫王姓云 W-王 然后姓是H-S-I-N 名字Y-U-N 这样学生再来找他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 就会有个话题在 那这个是高中端 然后在师培端 这个是寿山高中的老师 来给我们教学 对 这个教学怎么样透过英文 来做这个双语教育 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以上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不过我想再简单分享一分钟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英语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谈到很多的科技 科技怎么样去帮助学生学习 那但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想一想 有的时候科技是不是会帮助学习呢 这个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科技有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学习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不是因为科技的本身 以前有个学者叫Clarke 他就说他就问 他就写了一个论文 叫做Media does not influence learning 他觉得科技不会影响学习 可是他自己是做科技教育的 为什么不会影响学习呢 原来他的意思不是科技 科技真的不会影响学习 而是影响学习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运用这些科技 不管是要用VR 用线上学习 如果你的情境 根本不适合用这个科技 反而应用呢 反而会 反而会对学生有一些负面的效果 你看这个是一个天诚不平衡的 一个题目 想问大家一下 如果你的手边有三个砝码可以使用 分别有五公克 三公克 一公克 你要怎么样做成 能让天诚保持平衡呢 要怎么做呢 可以在Rubio 不是Rubio 这个是slide上面 可以在slide上面 回答一下 这很容易 OK 大家有没有人有答案 好 那我告诉大家 到底要怎么 要切吗 还是要切 要把法码切 切掉 slide已经有答案了 已经有答案了 都不要放 没错 答案就是都不要放 都是都不要用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太多 要怎么样买最好的设备给孩子们 但是在买之前我们想一想 这是不是对孩子真的是有用的 这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篇论文 像数位学习 科技常常会有这个cycle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刚出来它好新鲜哦 然后久了因为没有对应的策略 可能就没有人在使用 那这个是 也分享一下这个Gartner的一个 他们在做教育科技的一个 一个美国的一个机构 他每一年都会预测 预测未来十年 未来会有哪一些新的科技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 有些科技 他正在往上爬的区段 但是有些科技可能因为没有配合的策略 他就掉下来了 这个是以上简单的分享 谢谢 好的 那我们接下去 等一下 这个超磁曲线 这个很不错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创业 我觉得一直在爬这个 不过后来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现在看任何的科技 我都是把它看成一个 就是你假装没有那个山峰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曲线的这个情况 因为事实上科技的发展 它就是early adopter 慢慢承受慢慢承受 其实炒作的那个部分 跟科技本身的本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我们如果它的重点是科技的 social in time 所以它解决哪些社会问题的话 那其实它就是随着时间过去 越来越多人知道 越来越多人能够把这个科技 变成是以为我们所用 而不是我们去配合这个科技的情况 那它慢慢自然就会长到 就是最后面的那个情况 那前面那个炒作的部分 就越来越不重要 那這個其實也是社會創業跟一般的所謂獨角獸式 VC式的創業最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因為很多人他是在高峰的時候想要趕快出場 但是社會創業他一開始就是要解決問題 所以其實並沒有出場的這個概念 所謂的出場就是大家都覺得這是沒什麼了不起 大家都會用的東西 可是他在當年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的創新 或者一個發明 好比像說這次疫情在全世界光是要戴口罩洗洗手這件事情 對於很多國家就是社會創新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走這個曲線 那當然在我們這邊因為我們2003年經過過一次 所以我們是一下子就從右邊開始 但是在這裡面重點不是操作 重點是大家去了解後面的科學 讓這個科學可以傳播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是滿同意剛剛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並不是為了要迎合現在哪個科技最潮 就去用哪個科技 而是說我們現在手邊有哪些大家都了解 而且都可以改錯的一些component 就好像說我們簡訊實聯制是大家都知道原理的簡訊 跟大家都看得懂的 這兩個搭起來 而不是說我們突然有最新的什麼NFC進場感應 我們有最新的藍牙當狗 我們有最新的東西 我們看其他的國家他們也有真的推出什麼NFC感性藍牙當狗 可是他們的普及率跟他們真正幫到疫調的程度 完全不能跟我們簡訊實在是比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大家都了解上 大家比較安心 而且大家可以去進行改作 所以我想社會科技 它比較不是就是長這個形狀 這是第一個echo一下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我覺得像我昨天才跟一個日本的藝術家 叫做若和楊一 那去年跟在NHK的策劃之下我跟他對談過 那就是昨天又再聊了三個小時 年度計劃這樣 那他就有demo他今年的新專案 他有一個專案是就是隨時隨地幫對話上字幕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類似我現在手上的這個iPad 可是呢是透明的 那也類似iPad可以顯示字幕一樣 但是它底下用比較小的字 讓兩邊都看得到 等於上面大的字是一個鏡像 那主要是給對方看的 那底下是比較小的字是給自己看的 確保說我自己講的話有被就是轉譯到正確的情況 那它這個就是本來是為了翻譯在做作用 所以我們如果要說雙語環境的話 其實有這個你機器一放就變成雙語環境 我去日本的時候他們是用這個投影機 加上一個軟體叫UD Talk 來做這個雙語環境 所以其實我隨便 我那時候是講英語啦 我講的多快都沒有關係 因為機器學習立刻就把它變成字幕 然後立刻翻成日文 然後立刻就透明在上面 那他們有一組人坐在後面去 因為那組人是專家 聽了懂我這樣的英語 所以只要他的那個機器轉譯稍微譯有點不對 他就立刻改那個字 那所以以至於就是類似我們在看指揮官的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底下那個字幕趕快改一改然後再冒出來再冒出來的那個技術 就是可能九成左右是機器學習 那最後的10%是用人類的專業的翻譯者來做 那因為我自己也做過口譯工作其實非常非常累很難持續一段長時間 但如果我的工作只是改錯字的話 那四個小時我就改錯字就是 就是口譯也可以撐得比較久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不是說取代掉誰 也不是說好像大家來配合這個技術 而是說我戴口罩這個對方看不清楚嘴型 可能不確定我在講什麼等等 他只要稍微瞥一眼這個透明的螢幕 或者像You Detalk 投影出來的字幕 大家都是在一個很舒服的情況 那講者也知道自己沒有被錯誤翻譯 因為也有一份不管是我的螢幕上還是那個小字上面 讓我知道就是我被機器聽成什麼樣子 所以像這樣子就是一個assisted technology 就是一個扶具 它真正是在輔助各方 而不是說它是authoritarian technology 是逼迫我們去用一種我們不熟悉 而且不安心的方式來互動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不管是雙語環境 還是任何他想要營造的環境裡面 大概就是這種原理很簡單 而且像我剛剛講的這幾個都是 就是可能兩句話就說明完了 所以大家也很容易去想說 哪些地方適合 哪些地方不適合 那如果不適合就不要勉強用 因為翻譯它很簡單 但如果適合的話 你也可以改做 變成更適合的樣子 那像這樣子才是 所謂的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恰當的科技 好謝謝 這很跟我們談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的 已經落得到雙語 所以語言對我們來說 它是一個工具 就像我們常談這個三語 比如說程式語言 那我們像鄭偉 就是從小這個coding 就是自學 那也有一些孩子在英文的部分 可能它在應用工具性的部分 它很好 但是工具呢 就是延伸 比如說我們在語言部分 更強調它背後的文化 或是溝通 更多的理解跟同意 甚至更多的創造 那回到我們剛剛談到 這幾個議題裡面可以看到 比如說在科技的部分 剛剛教授提到的 很多科技的使用 那我剛剛查一下 就是在科技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科技接受模式 我是查了年份 1986年這個David教授提出來 我想科技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使用的是科技接受模式 這個很早一個model 這以前我們在唸 碩飯的時候唸到 那我剛剛查一下 所以這個科技接受模式 我們大家在使用它的態度 就是剛剛這個比較 如何去看待它 這件事是重要 所以應該在40年前 已經談到這個科技接受模式 那所以這件事情說 不管我們科技如何的日新月異 不管我們現在是雙語 或是本土語言 或者是其他的多語 那語言跟這樣的學習的 習得的過程當中 我們如何把科技融入 自己的生活當中 或是成為自己的一個 我們未來生活的一個DNA 或是學習的DNA裡面 那這件事就不論它是語言 或者是科技嘛 回到它是三語的部分 來看待 那所以呢 你看到英語的部分 我們在台灣推動 也是蠻辛苦 因為自己之前也是教英文 那孩子在 我都覺得說 26個字母的排列組合嘛 怎麼那麼難嘛 但是呢 孩子就是那麼難 對 所以呢 英文的部分 孩子的接受的態度 我想他面對它 所以我們回到 我們在這一次裡面的定 如果用科技銀向 我覺得這銀向這件事情呢 就很有正面的意義 就是說 銀向你看後面是一個政策 所以當一個政策下來 表示我們希望未來這個國家 我們在人才的培育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高度 或者怎樣的一個廣度 去對面對我們的人才培育 那如何在疫情底下 如何在科技 或者語言 讓孩子有更多的養分 更多的能量呢 去面對回到我們談的這個素養 比如說 我們談的素養是解決現在的生活問題 以及未來可能生活當中 或未來可能不確定會發生的問題 因為剛剛政委也提到 當你不確定那個 fear 的恐懼感就會出現 如果你empower 自己當自己 或者孩子有這樣的能量 那你可以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都有自己一個 可能的 possible solution 那你就會比較老心宅宅 不是說我們不作為 是說我們可以面對當下問題 比如說 剛剛政委也提到 其他國家搞了很多的dango 可是這個跟大家的使用習慣 或者大家的信任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最簡單的簡訊 剛剛談到 簡訊大家覺得 哇我是最可靠嘛 一定大家都收得到 而且是即時的 而且是這個數據收集 應該是穩定度有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原來在身邊最常用的簡訊 快被大家丟掉了 可是在這個時候拿回來 它就是最有效的 所以如何去看待工具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重要 所以影像政策表示我們的態度 這件事是有價值的 那我們如何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會談 所以我們今天也很謝謝教授 跟我們政委 來跟大家做一個引言 那我們後面好像還有一個互動的時間 因為應該就是線上線下 是不是我們信雲或者是我們葉翔 有什麼樣補充 還是我們大家已經在這邊 一起做一個這樣的共創 我們這個空氣當中也在共創 要來很多的互動 那是不是也可以作為給我們一些說明 好 謝謝校長 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就是我們要抽獎 就是抽出政委今天清簽 剛簽好的書 然後有八本 那我就來按 我就過去給大家按 這樣會很刺激 一定要在現場才有 要在現場 好 那剛剛有問問題的可以先送嗎 還是等一下要先問問題這樣子 因為抽中的感覺是 我沒有特別做什麼就有 對不對 那問問題的也許是 我們好多本 是不是我們剛剛已經有問了 有問的應該也有機會了 那是不是我們是可以開放現場 再一兩個問題 最後也可以嗎 對啊 所以是不回溯嘛 這個不溯及既往 之前我們拘手的沒有輸這樣 就接下來 因為我覺得 我會強調這個主動性 就像我們要影像 因為我們的主動性 有時候被抽中就說 嗯 我就有啦 那那那 沒問題啊 就是之前是內在動機 不是外在影像 是不是 有沒有人要 來來 我們的黃老師理事英文科 謝謝 Mera 政委教授還有校長大家好 因為我是夾帶的很多學生的 學生都知道我要來聽演講 然後他們還叫我要簽名 然後所以 我就會有這個動力 一定要發到簽名書 對 其實我聽 就是從頭聽到尾 然後 我的感想是 因為我是教英文的 然後我的感想是說 其實現在科技真的很發達 然後身為地線老師 其實 其實我面對到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如何讓我的學生 他們都有時候給他們文章說 老師我用相機然後翻譯就好了 對 那我怎麼樣 有辦法說服他們說 其實你是真的也需要去學這個東西 我覺得現在是第一線老師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 學生會覺得說 老師現在科技那麼發達 你給我東西 我就直接用Google翻譯就好了 對 然後 我有時候會很 就是要 push他 要 讓他們有 心裡面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我真的是需要去學 我覺得現在是 變成是我現在 呃 在教這些孩子們 現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會 變成說比較沒有動機 他們就覺得說 人家太方便了 很多的app什麼都可以幫助我 那 我怎麼樣喚醒他內在的 呃 深處的靈魂說 I need to learn 對 我不知道呃 就是這個部分 現場的呃 教授還是 呃 政委有沒有 呃 就是可以 給我一些些的啟發 讓我可以繼續再繼續努力下去 謝謝 我試著試著rephrase一下這個問題 意思是說 因為以前的學習動機是說 我們學以致用 之後你在工作上會需要看得懂英文的文件 或你學習上 要看英文的論文 所以它是一個instrumental value 一個應用價值 那學生就好像 當年我跟校長說 那我沒有要升學了 因為我找到一條捷徑 那所以一樣你的學生 然後還跟你說 欸我找到一條捷徑 就是Google的照相翻譯功 所以 有了這條捷徑之後 剛剛這個所謂的instrumental value 已經全部被這個東西滿足了嘛 那滿足之後 那我如果學英文 只是為了要看懂英文文章 或者看懂人家的英文性的話 等於我就不用學了對不對 意思是這樣子 OK 那那但是 但是他講的對啊 他講的是真的啊 你很難discute這件事情 他講的何以事實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對事實 就是說如果我們說學英文只是為了就是 聽說讀寫裡面那個閱讀的那個部分 或者是第一手的知識資訊這個跟論文的閱讀的話 真的這些知識性的東西 這些翻譯幾乎不太出錯了 對那所以這個時候 尤其是像歐盟他們多種官方語言 那只要是official document的 vocabulary裡面的東西 很少有犯錯的 因為他們那個parallel corpus 就是用人交對過的彼此對意的那個詞點 已經長得非常長了 所以基本上不會犯錯 那像我自己 我學英文是15歲 錯學之後才開始學英文 然後我學英語是20歲 21歲 才開始conversational English 那所以我完全沒有accent 就是我對面的人什麼accent 我就什麼accent 因為我小的時候是沒有acoustic model 我小時候沒有講英語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而且我也是最早用 不管是機器翻譯或什麼 因為這是計算員學就是我的學員們嘛 所以我為什麼要學英文 我為什麼要學conversational English 完全都跟這些就是instrumental是沒有關係 我一開始要學英文是因為 我名上一個叫魔法風雲會的指牌遊戲 然後那個指牌遊戲 它當然後來有翻成中文版 可是呢 它因為裡面有很多 像最早我玩的那個版本 還會贏很多莎士比亞 贏很多特別是托爾金 這個魔戒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它後面有一個world building 有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那中文翻譯它畢竟是隔著幾層 它不太可能完全領略到那個文學之美 所以當時我就去買這個版本 不管是托爾金的魔戒啊 這個similarion啊 哈比原啊 所以是我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也是integrated learning 那我是用英語去學經領語對不對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就是那英語就它的那個文化價值是真正的價值 而不是它的instrumental value 翻譯的正確性完全不是重點 而是要去領略那個token用英文的那個美感之類之類 所以那個就到文學的那一步去了 但是為什麼我就是看token的魔戒有畫面 那是因為我在這個就是魔法風雲會裡面 已經把它筆下的角色 已經透過紙牌線有出乎的了解了嘛 這樣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取勁 或者是說我conversational 那是因為我需要環遊世界 然後想要去就是住各種網友的家裡 然後想要真的融入他們的生活 而不只是跟他們寫論文而已 而且他是在生活上面所溝通所必要 那所以這個的意思都是說 這個裡面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滿分 沒有人來考我這件事情 那我只是剛好學到我勾勇的那個程度 我也沒有特別管文法對不對 或者拼字對不對 因為就像剛剛講我是做計算研學 我蠻相信我的拼字檢查期 就是我隨便隨便亂打 那個AI應該都可以把我變成文法沒有問題的句子 那所以我的那個語用 我的就是語意跟語用 包含甚至Prosity 都是在就是線上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室 那那邊去學會的 所以very casual very informal 完全沒有一個formal的語境 就是變成誰跟我用英文下扯 我就跟他下扯的那個程度 所以當然我自己的學習型態 不能夠代表就是任何其他人 但是我在這邊特別講就是說 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說服他 而且尤其他如果迷上了某個多人遊戲的話 那其實他的學習動機是不用我們操心的 他自己就可以去學到 不管是柯林公語還是金銀語的那種東西 對 那所以我覺得 那我們可能還是要扮演這個搭桥的角色 就是說讓他領略某些美好的地方 那這些美好的地方就會自動把它 帶到他有學習動機的地方 大概是這樣 好 我想我們每次聽到唐鳳正文的演講 都會想著來就是因為像這樣的問題 我們都覺得應該是老師說的這樣對 可是鄭偉統一跟他說 沒錯啊 學生說的對啊 我想這件事情是應該大家覺得 常常在很多演講裡面覺得 就是我們打破原來在思維裡面那個framework 不一定是框架 就是我們思維的架構 但如果說我們剛剛談的音架部分 就不斷堆疊 OK 或是轉換的情境嘛 或是我們回到今天談的科技 我們知道我們在以前學到電腦五大的單元 input process output 還有一個control unit 還有一個memory 也許在電腦世界裡面memory 我們一定聽不過電腦 他的記憶嘛 靈異數位 當然input 我們可以用scan下來 可是如果要output outcome的部分 剛剛鄭偉談到 如果我們要談到後面生成的意義 去integrate 那就是translation OK 那孩子 他用機器可以 如果都能夠很順利跟人家對談 那也許反而是我們帶來 如何我們在多元的品牌裡面去簡教 那孩子能夠透過數位 或是資訊的正確性的運用 他去收集資訊 去運用資訊 然後他也更好的產出這件事情 說不定我們換個不同 搭別的音教 我們就讓他收集更多的資訊 我們考題做更多的變化 那孩子不會 然後再計算機來考試這樣的感覺 也可以啊也可以 就是說至少還是有進步的 那maybe是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視角去看待這件事 這是我解讀太多了 是 是 是不是有 好好好 快送書喔 大家好 我是同德國小教務主任 畢興學 那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在推動雙語教育 那剛開始是用部分領域 尤其是藝文綜合跟體育三個領域去入門 那最主要考量是他沒有學科的考試的壓力 所以用沈浸式的方式 那我們再逐漸往學科去 數學自然去推的時候 那很多數學老師就會跑來問我說 主任我用中文教他聽不懂了 如何用英文教他會聽得懂 會不會造成他們因此而放棄了 在因為語言沒有辦法聽懂的緣故之下 然後提早放棄對該學科的學習 這也是我想要請教的問題 謝謝 不過我自己對雙語環境的理解 是說它是雙語是並存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像剛剛的那個字幕一樣 就是說我們也常常看電影 就是聽到的是英語 看到的是中文的字幕 或者是反過來 就是我們是用這個話語對談 但是他即時上了英文的字幕 這個當然是有可能的 那我們如果在看電影的那個情境 其實都非常的習慣 我想在座所有人都很習慣這個情境 就是兩種語文同時存在的情境 那但是把這個再推到即時的互動 或者是在教室的經營或怎麼樣 那除非就是每個學生都有一個載具 而且上面都有自動翻譯的功能 那不然的話他就是等於要讓老師 等於是分心去維持那個雙語清淨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蠻關鍵的 就是老師要善用諮詢工具 要確保說他在教的時候 他不要自己變成人形翻譯器 因為老師背課就已經很累了 那我們都知道口譯是高章力的工作 所以你兩個高章力的工作 放在同一個腦裡 那自己很快就燒掉了 那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至少就是剛才講到的 就是你用你熟悉的語 但是翻成英文 或者反過來講 就是在他比較教數學課的時候 那確實也有一些學生 他必須要看到中文的那個翻譯 他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概念就是我之前 學的那個概念 那所以當你用英語講的時候 他有那個中文的 有點像那個日本的片假名 突然間冒出來 或評價名突然冒出來 那這些我覺得都是可以去設計的一個情境 那我先講就是end point 他的目的 目的是要大家都覺得說 你用英文來寫 所以用英語來表達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而且不是說你要百分之百正確 才敢開口講 或者才開始寫 也就是說像新加坡推到最後 就變成singlish 就是說兩個人在講話的時候 按照他們在不同的語文的程度 會突然間冒出一種 就是混成式的語言來 那那種混成式語言 對這兩個人都很有意義 但是對別人為比有什麼意義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但是那樣子的情況是沒有問題的 那但是我們在以前 如果是把英語當作外國語科目要考一百分 那那個問題是非常大的 所以與其說雙語環境 他是要把大家英語都變成考一百分 不如是說他想要解消一點 我們之前就是對於複合語言環境 對於願意開口講英語 或對於願意寫一些不太標準的英文的 那種心理的負擔跟恐懼感 那像我剛才回答上一個問題 也有在講到說 那對啊如果有AI可以及時 不但翻譯還幫你把文法錯誤都抓出來 還怎麼樣 那個這個現在其實很多open source 它是免錢的 現在問題只是說 你怎麼把它融入進你的課堂 那如果這個課堂真的都不需要這些 那就剛剛那個標準答案不要放 但是如果你自己就發現自己 這個真的是也需要一些輔具了 那就多少放一些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這裡面有一個配套的 infrastructure了 就是明年9月的那個 翻翻有網路深深用品版 那有那個infrastructure的話 我們並不是逼著大家說 不該用品版的地方都是用品版 沒有這個意思 而是說願意開始調整教材教法 然後去充分的運用深深用品版 以及一定都聯合上無線網路的這個環境的人 他可以去把這種雙語相關的輔助式的教具 可以比較全面式的 而且比較不用擔心說這個小孩手上的載具版本不一樣 或者他跑不同的城市 或者有一些可能家裡小孩比較多 他就是沒有多的品版可以用等等這些情況 可以先就是忽略掉這些差距 因為我們用公共預算把它彌補上 大家比較專注在說 來讓教室裡面是一個 讓老師壓力不要那麼大的雙語環境 先往回答這個問題 好的 謝謝這位 那你說還有 我有問題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自肥 我們自己三個人都沒有人說 所以我一定要問 就是 所以你問可以送出嗎 要要要 好 OK 我要主持公道 這邊的第二個是問題的 那因為我現在擔任獨服組長 那其實 就是 在做自主學習的時候遇到 蠻多的小小的挫折 那我想要問說 不知道 當時我看到很多新客方的理念 好像自主學習是 就是正門這邊 把你提倡的一個精神 那想知道說 在已經實行應該兩年半了之後 你有沒有聽到哪些有趣的故事 跟我們說 像一則這樣子 一則喔 對 OK 如果想要更多有趣的故事 我發現那個 剛剛的浴網開放平台 好像還有半個獎 對不對 這個自主學習課程 充分運用平台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多上去看 我自己比較相關的是 就是有一個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提案平台 公共政策提案平台的 那那個平台上面 只要有五千個人連數 那我們的部長就必須要出來回應 那如果發布會 可能我們辦公室就會主持 那在之前就是有一個 瞬間就是沒有多久 就五千人的提案 就是要逐步的去禁用 像外帶的塑膠吸管 蜘蛛奶茶吸管 那樣子的一次性的餐具 那瞬間就有這麼多人連數 然後因為當時剛好有一個圖片 就是海龜好像吃到吸管 這個嗆到什麼的圖片 在網路上 Going Viral 所以那個提案配上那個圖片 瞬間就有非常多的人來支持 那我們也發現說 有一些很著名的這個社團 像什麼不素質 塑膠的素 都是推破阻攔 一下就形成一個很大的政策壓力 那當然我們腦中 就是能夠瞬間號召五千人 響應他的 都是就是資深的 非常有就是組織能力的 換團大佬 對 那但是呢 後來我們真正辦了寫作會 真正見到這位提案人 那發現說 他叫王宣如 然後才剛滿17歲 然後我們就問說 那你為什麼可以 一下就號召五千個人 類似一個 好像社會運動 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沒有這是公民科老師建議我的 這個是一個 就是等於他的capstone 他自己的自主學習的規劃 那他的規劃其實就是 他看到有專業平台 他就一直在想說 有什麼東西可以號召 大家的熱情等等 然後最後就選到了 這樣子一個題目 但是這個也就帶他進入 特別讓他本來不一定 那麼熟的這個環境的這些社團 也帶領他進入這個 我們協助會議 真正坐下來去跟做一次 西三軍的這些廠商 討論出怎麼樣去做循環設計 然後去改變 那環保署的政策 當然也因為他真的改變了 那他今年也還沒有滿20歲 19歲 已經是我們就是 新政院開放政府 推動的委員會的委員 我現在見他就要叫王委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這個trajectory 我覺得很重要 是因為如果不是他自己 有這個提案的話 我想他的公民課老師 大概不太可能幫每個學生 都量身打造會紅的那種 五千人的那種提案 他真的是要有熱情 但是因為大家都看到 他真正改變了政策 所以後面關於學權 關於這些提案 真的就非常多 有一陣子超過四分之一的提案 都是不到18歲的人提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真正 他不但自主學習 而且真的透過互動 達到共好的一個例子 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有感謝 感謝 我們現在 我也剛跟郁王在接洽 然後我們下學期 會引進EWART的 現場課程 在我們自主學習裡面 那 我們時間差不多 因為同學還有課 陳勳組長要再來一個問題嗎 好 陳勳組長問完以後 我們就抽出四位幸運觀眾 其實想問一個比較額外的 因為看唐正維講話 那分享的廣度跟面向很廣泛 那不知道能不能推薦 做比較年輕的學子一些素材 就是你比較推薦哪些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如果找唐鳳推薦 就是丟去搜尋引擎 我有事沒事就會推薦一些書 但是我這邊可能還是想要推薦 我自己改變我自己最大的一本書 那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紙本書 但是網站叫蒙點 蒙芽的蒙 那那個是我主持的 就是第一個採用CC0 就是拋棄掉所有的著作財產權 跟肖像權 跟所有權利的一個計畫 那它是把就是教育部的 聰明國語詞典 客家化的詞典 台語詞典 標準字體學習網 英語、法語、德語的詞典 全字庫 什麼有的沒有的 全部都放到同一個網站 那蒙點它後來也就被拿去做很多用途 如果大家有在社交媒體上面看到 就是一堆九宮格寫著凱書的字 然後去PO一個很重要的理念的話 那大概都是蒙點產生來 它變成一個動員的一個工具 那後面它也衍生出 包含阿美族語的蒙點 包含有個叫愛戴義 就是大家一起來寫最新的台語詞彙 寶可夢啊 金融科技的詞彙啊 等等把字典變成一個活的一個工作 那大概都是從蒙點開始的 那我為什麼推薦這個 是因為它對我個人有一個很很重大的影響 就是我在那個之後的所有作品 我都是拋棄掉全部權利 所以就是任何人就是說是怕做的也沒有關係 不credit我也沒有關係 拿去賣也沒有關係 拿我的肖像這個去做成很酷壽的根圖也沒有關係 拿我的對話的紀錄 這個去做成日本 Dos monos 饒舌月也沒有關係 就是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把自己看成比較像是一個素材庫 然後不會說好像就是等我過世後75年還是80年 別人才開始可以去用所謂的社會財產 而且說我發表那個當下就可以了 因為我真的發現說像蒙點這樣子的project 如果我當時是有一個我們叫editorial control 就是我覺得這樣才對那樣不對的話 那其實在台灣我們不說別的白華紫社群太多社群 同樣平民社群 那或者是其他的其他的國家語言 那每個都有自己的山頭啊 都有自己的派別啊 那我唯一的做法就是說沒有 所有都拋棄掉 你看不順眼你行你來蓋身你的樣子 那這很有意思就是一路到我們國家語言發展法 一路到現在二十種國家語言了 到全國國家語言會議的其語言資料固定 慢慢慢慢大概是converge 就是一開始非常吵的不可開交的 慢慢就開始有共同價值 那這個當然不是知識蒙點功能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但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就是在裡面真的需要有一些人 他就是說那我做的一切都是素材 那我並沒有一定要去說他一定要這樣用 還是那樣用 所有想要用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所以是蠻歡迎大家了解蒙點 然後了解蒙點後面這整套想法 去臨時勝負還有非常多這個大家可以貢獻的專案 大概這樣謝謝 這是一個好問題 所以這一本蒙點 剛剛問一下背後的想法 也是今天我們這場這個論壇 我們在背後的這個思維 或是我們關注的更何心的一些價值 好我們念想很急著要那個 對 因為沒有 他們等一下才第八節 是 那我講一下喔 今天很感謝就是有校內老師 還有桃園新竹 還有台北新北的老師 來我們現場 然後另外也很感謝就是交通大學的大力支持 然後今天也有很多的師陪生 還有現在正在實習的實習老師 跟博士後研究員都來到我們現場 另外也有清大的教授 焦大的教授 那這裡還有一個是我們今天的攝影師 我們真的都是小本經營 我們今天的攝影師是我們的優秀校友 是宇文 宇文 那他是 幸雲老師 前介入班導師 現在是原製大學 他拍的照片很漂亮 也可以拍婚紗喔 然後 然後我們也很感謝今天幫我們錄影 是歐心出版社 那因為我跟建倫老師剛好都有出歷史課本跟美術課本 就是歐心出的 就是我們沒有人手說 可以幫我們來錄影 他們就大力支持 而且等一下 宇慧老師的話 有送大家一條那個 我們金時代歸山很有名的麵包 本來要訂就不給訂 他說你們自己下雨 領這雨來排隊 好 那待會可以領這個麵包 那我們就來抽出我們的獎項 你訂幾條金時代 他們就是 他們沒得訂啊 他們訂要訂到二月 所以沒有啦 他們就來 跟這尾包就是我們歸山區 就只做一樣 做到幾條 70條 好 那我們就抽出第一位 是我們的 120號 林泰佐同學 好 一起往前 我們等一下一起舞蹈 好 那個泰佐抽中 先到前面來 先到前面來 對對對 我們的金哥 好 好 好 來 那你現在在旁邊稍坐一下 坐存軒老師旁邊 坐由主人旁邊也可以 坐你的乾爹旁邊 好 來 第二位 好 一百四十一號是今天才簽到的是 陳佳琪老師 陳佳琪老師 陳佳琪在 OK 有 有 有像很優秀的福大老師 來前面預備 好 再來 第三 第三位 是不是很緊張 不在現場就沒有 對 不在現場就沒有 好 好 我們的 六十一號是 我們的 一年十班 柯傑瑞同學 謝謝 好 那最後一個 好緊張喔 因為今天有我們 圖書館志工 趕快 請問看可不可以說 圖書館志工 或是交代師培同學 我們真的超公平的 都沒有任何作弊 好 一百零七號 是我們的 陳品希同學 OK 好 好 就恭喜上堂學 然後還有 淑青老師 我們同德的 教育主任 然後 淳宣老師 陳德高中淳宣老師 還有 你還有我本人 然後我們就八位 一起到前面 跟校長 然後 韓鳳正偉 還有孫恩主任 我們就一起回到 好 好 在前方 我來發書給各位 好 請 欸 等一下 啦 緊軟 人不是說什麼 打招了 oui 好 好 大家看我這裡喔 來 三 二 一 好 幫我來高一點 知道嗎 開心一點喔 再開心一點 好 開心的開心 好 大比讚 大比讚 OK 來 準備 三 二 一 好 謝謝 OK 謝謝各位 謝謝我們的徐教授 還有我們現在的這個老師們 還有同學們 還有我們很多同學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大合照對不對 來 那我們一樣就請練小 那我們接下來一個大合照 我們會做一個轉向 然後就請李文先來後方 然後我們就請 謝謝老師 那主任我們往旁邊移一個 然後 正偉科中間 然後 孫老師坐旁邊 坐旁邊的老師盡量往中間集中 然後中間不要空格 謝謝 謝謝 好 好 然後後面高一年十班的小朋友 三年二班小朋友幫我 可以站起來 然後往前走到這邊 然後待會呢 遜雲老師很棒喔 他幫大家訂了 一些小點心 出去的時候大家藝人可以拿一份喔 然後我們就往前面集中集中 然後我們交大的同學也往中間集中喔 這邊還有一些空位對不對 對對對 如果 那個 維凱維凱 來前面坐 帶三個好朋友來前面坐 對對對 我們這邊確認 來來來來 陳品星 抽中書 那個金哥抽中書來前面 金哥 金哥 關卡 好 OK 好的 後面可以集中一點點 然後第一排練Squad一下半蹲一下 大合照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好 那就大家努力露出你可愛的笑臉喔 好 再到我們的畢業好不好 來 畢業好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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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一等應該很開心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很豐富的 跟郭政偉 支援主任蘇教授 有一個舞后的對話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也謝謝幸雲跟葉小龍 還有這輪 OK 幫你計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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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